作为电视媒体的从业者 我们经常会做的一项工作 就是剪辑片子 不过是用电脑剪辑 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大片 真的是用剪刀剪出来的 一部用剪纸做成的奥运大片 决战东京奥利益 而创作者是位大二的学生 以建国用纸拍出来的大片吗 最近一名正在独大二的快手用户 熬夜20天精心绘制480张人物稿 手工制作600余件剪纸物料 在设置过程中移动素材2214次 累计拍摄了3500张定格照片 最终集结成为高燃剪纸奥运大片 决战东京奥利益 向中国奥运戒而致敬 主创团队都很小 但我们只能看起来 寄生动物有一种日出感 然后我们常常初步研究了很多遍 大家就一起连夜看动画片 还有一些运动员的纪录片 然后整个团队就熬夜修改 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作为一名大二的学生 作者坦言一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担心 但工作室的小伙伴们通过一场头脑风暴 最终决定采用移境到底减纸的方式 奇妙的创意最终吸引他加入到制作团队中 最终通过打造出超然的中国运动员竞技场景 给在东京的中国战队加油 收获了众多网友点赞 其实这个作品做出来比想象中要好一些 也很期待中国队接下来的表现 我相信他们背后的努力 一定能够在奥运会中展示出来 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